你相信吗 只需要三招 就能快速成为一个狠人 我当年就是用的这三招 通过一年时间翻身上岸 建议花一分钟认真看完这期视频 从此之后 没人敢小悄欺负你 第一 不要再以别人怎么议论你 真正的狠人 做事只关注结果 无论谁在背后议论你 都不要放在心上 与其活在别人嘴里 不如拿出结果来堵住他们的嘴 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 你只需要管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就好了 千万别让烂人烂事 来消耗你本来就不多的热情 第二 不要对别人抱有期待 你之所以会受伤 是因为你期待的东西太多了 期待别人理解你 期待别人会按照你的想法去做 一旦你这样想 你的心就会比玻璃还要脆弱 当你对一切没有了期待 只把关注焦点放在自己身上 你的内心就会无比强大 第三 受了委屈不要到处去倾诉 你的委屈就是你的弱点 等你倾诉完了 你的弱点也被人看得清清楚楚 回头他就有可能跟别人一起来伤害你 你要知道 当别人不了解你的时候 自然不敢轻易的欺负你 少说没用的话 默默提升实力 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 抹杀干 关注让你稍作弯路 多比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